真氣火車特有的明迪生 近日在花蓮響起 讓許多鐵道迷相當興奮 聽到那個聲音就覺得很耳熟 所以覺得真氣火車來了 很開心啊 我們都有在外面拍 因為真氣火車 就是靠真氣壓力來帶動 因此光是鍋爐 要加熱就要兩個半小時的時間 只見司機員不斷地將煤炭 一鏟一鏟的丟進火爐 不僅消耗大量的體力 而且在高溫的蒸氣環境下工作 實在是相當艱苦 不到一下子就滿身大汗 它電池會不會很辛苦啊 習慣就好啦 鐵路電氣化後 這輛蒸氣火車到民國68年起停用 直到民國73年才正式出擊 成為台鐵最後退休的蒸氣火車 一直到今年才又恢復啟用 但是因為時間太久了 因此在修復的過程中 遇到許多難題 因為畢竟它是很老舊的 那我們在 有時候有些零件 沒有辦法這麼方便的找到 所以要花一點時間來 同仁做研究 台鐵表示 這次的測試是為了因應7月份 在台東玉裡舉辦的 仲夏寶島號活動 到時候鐵路迷就有機會搭乘到 這輛歷史悠久的蒸氣火車 遨遊在花東縱中 記者林指揮五彩薛花蓮採訪報道 好 好 好